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不要说亚洲股市啦 应该说礼拜五的美股跌得更凶 我们今天这样跌352点 其实算还好 因为整体而言 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产业 在这个地方是撑住的 和全球股市基本上联动不大 如果你看我上个礼拜的节目 你会发现我们一开始整个礼拜 全部都在讲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在我的测标写了 因为上个礼拜五 我们把它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这个地方也说声抱歉 因为来 我们今天就是要先跟你讲这个族群 生计 我们今天不是要跟你讲北极星 因为北极星上个礼拜五我们卖掉了 今天再涨2%多 我认为当然不是说 哇这个地方强势股 你要特别去追强 不是 而是今天 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员的话 普通会员 如果你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买多一档股票 因为你今天看到每个人的分析 大概都是跟你讲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五把股票出掉了 出得很漂亮 你会发现他上个礼拜还在讲说什么 我们有短做到长 钢冲他也有 拨断他也有 然后整天跟你讲说什么 下一档标股他也有 结果你会发现隔一天之后 他的整个逻辑全部都变了 突然变得跟你讲你看这档股票 我们卖了那个也卖了 卖得很早 那其实我认为这样子对观众而言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反而我们是有延续性 来我们先讲这档股票 那你没有北极星很正常 因为这一段我有跟你讲 通常北极星一开始 他的成交量不是说很大 然后8月4号的时候 升级股基本上又有利空 说什么 泰福没有过见 升级股基本上都是往下掉 但是那个时候我有跟你讲 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好的买进时刻点 因为我相信投资人都知道 只是你不见得会照做而已 都知道一件事情 每当盘式很差的时候 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内支主导的概念股 我们讲的内支 不是跟你讲投信 因为投信也会跟着外资的脚步 做一个买进卖出的动作 我们反而是讲内部主力大户 像这段期间我们做生计 是因为第一个 它有避险概念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 北极星这档股票 它的结构有一点不一样 那那个时候我们讲北极星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讲 我说 接下来北极星 我们去做生计股 不是在说什么 你看这个东西是新药 赌它会不会解盲成功 我们不是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在说有一些以前原本是新药股的 现在转去做代工 叫做CDMO 那这件事情你比较好去预估它的基本面 所以这是第一个提示 很多人会以为说 哇 做生计股 那个股票就一定要很妖 股性就一定要怎么样多 多么的特殊 但是我有跟你讲 其实今年你会发现 今年是生计年 而且一些有去做代工 原本从新药转做代工CDMO的股票 其实都表现得还不错 6550的北极星 那你可能不会照做 为什么 第一个你会看到盘式很差 你会有个过去的概念告诉你说 生计股就是那些妖股 你可能又不喜欢做 但是请你记得 每当盘式很差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套模式 基本上是可行的 怎么样可行 8月18号我跟你讲 这一段我们是最后上车的机会 就这一段 最后的上车机会 基本上是这一段 它刚开始过新高 后面有一个小压回 又压回到前波的高点 不就是最后上车的机会吗 我们上车了 那我跟你讲 我们买进的时间点 8月17号跟8月18号 到8月18号开盘 没买进的再买进一趟 9点10分一开盘 最后价格130 这我们讲过嘛 然后后面呢 我们上个礼拜 是这样子跟你交代的嘛 8月23号帐上获利 多了帐上两个字 表示我们没有卖 所以才会用会计数语写上帐上 不能表示我们直接获利嘛 24号帐上获利快要30% 8月24 8月25呢 这张股票没有动 8月26呢 获利35% 那我有跟你讲哦 我们卖的价格就在这边附近 我们卖的实际上价格是173 8月26号 我们先做一趟获利了结 那我有跟你讲过嘛 我说已经有点超涨了 那另外我们又不太想赌 礼拜五包尔会讲什么 那当然我的节目上跟你 有跟你分享 我说 其实我这段期间 我不太在乎他讲什么 因为他讲的东西不外乎就是说什么 我们要坚守我们抗通膨的决心 只是哦 今天有人会说 包尔的怎么样 全球演说有三大重点 有一个重点 我认为投资人要留意 前面两个说什么 要抗通膨的决心 9月要升3码 这件事情我反而认为 不是上礼拜五 美股跌这么深的原因 因为本来啦 没有上个礼拜 没有包尔的演说 本来就是市场上面赌 最高的几率就是升3码 所以今天还是一样嘛 还是最高的几率是升3码 这一点我认为是完全没有变 所以这一点 我认为它不是利空 那利空在哪里 等一下我们会跟投资人交代 我们先把这件事情讲完 然后8月26 我们说我们了结 那你说老师 今天它还有高点 你会不会卖太早 先证明一件事情 这一段 今天盘势都已经跌成这样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族群 有一档股票 它能够逆势上涨 那是不是验证我们说的 没有错 像子东老师说的 这一个族群 你可以专心好好做 不用害怕大盘的系统性风险 那就是今天这一档嘛 8月29号 也不只是北极星 今天8月29号 再涨2.57% 那我们没有卖在最高点 我相信会员也不会怪罪我们 因为为什么 一段 一段股票赚了30% 上个礼拜 我因为我们单纯的 不想赌怎么样 不想赌包我 他会讲什么 我们先做一趟了结 那我想这个部分投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 讲完北极星了 来 回来讲 今天如果是普通会员 我们今天是这样子做 我们今天占买方 我们做的是这一档 来 稍微看一下 来 9点47分的时候 我们也是做一笔特殊单 9点47分 盘是刚开始出现止笛的讯号 但是止笛的讯号其实没有很明显 结果有另外一档股票 他跟北极星同一个题材 结果我们发现 他一开盘就先向上冲 怎么样应对 我们就有几套策略 第一个 我们先提醒投资人 来 导播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点 讯息这个地方 普通会员的嘛 我们先写这笔是特殊单 挂46.5买进 4726 这个地方我们后面加了一句话 你可以选择用当充单进场 占总资金一成即可 第一个 我认为我们这样子进退 会稍微灵活一点 没办法 我们发现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 因为今天早盘 我们当然 我们是老师 我们是人 我会稍微犹豫一下 到底要不要带会员 去做这一笔单 结果我们斟酌 斟酌整个族群 斟酌整个产业 结果我们发现 这笔多单基本上 它是可以做的 好 我们怎么做 第一个 你可以选择用当充单进场 后面涨停了 如果是当充单 你当然可以先获利了结一半 其实也可以续报 因为我想真的在实务 在做交易的 你就应该知道 你当充单 你要跟你的券商讲说 这笔单我想要留着 基本上他们是不会阻止的 所以实务上是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子 我们多加了一句话 重点在这个地方 占总资金一成就可以了 算小玩玩了 没有加大资金去做一个布局的力道 46.5买进 那为什么站在买方 就是我下面这句话 因为它是CDMO 生计股里面怎么样 做代工的 如果我们挑选这一档股票 第一个 你看到这档股票 投资人一定会以为说 这档股票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档腰股 其实不是啊 它名气还挺大的 因为它切入CDMO 其实还蛮早的 最早说要做 除了台康之外 基本上就是它了 那今天怎么走 基本上有一根上影线 昨天嘛 上个礼拜五 一根上影线 通常投资人 如果你是裸K交易者 你会认为 这就是一根避雷针嘛 你要避开 结果今天草盘 马上把这一根避雷针吃掉 其实它是多方叙事表态 你就可以知道 上个礼拜五 原来它只是做一个 洗盘的动作 或许单纯的 也是一些小散户 礼拜五嘛 跟我们站在同一边 想说我们不读鲍尔 做一个了结的动作 今天这样子走 表示我们认为 我们研究产业 研究技术面 我们知道这一笔单 它是可以做的 我们做这一档股票 基本上就跟大盘 没有什么关系 后面也收涨停 如果是做当充的 自己也了结 %数不会很多 2%3% 但是我们站在买方 今天是让我们有所收获 当然不是每一档股票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都可以这样子做 这边我们要强调 就是因为 我们前面讲的第一句话 这一档股票 这个族群 因为生计股 尤其是做CDMO的 基本上我们很熟悉 所以我们认为 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整体的后续的发展 投资人还是要留意 那你也可以追踪 我们的节目 另外我的测标 写了两句话 因为上个礼拜五 其实我们有发下一个豪语 我说这段期间 我不是很想听鲍娥讲什么 因为他以前就讲过 我是不是有跟你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六月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 那时候我们看天然气 已经在飙升了 那现在是天然气飙升得更严重 那个时候鲍娥居然出来讲说 美国的经济可以躲过衰退 那我一听 他讲的话跟数字对不拢 我就知道我们要相信谁 当然是相信数字 所以后面其实 我不是很想听他讲什么 只有一件事情 刚刚我们讲的 所以他的演说会有三大终点 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后来我听半天 听完了之后 也不长嘛 讲八分钟 听完只有一点 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升息几码 才会把通膨压到两% 我相信投资人 你应该也有听到他讲这句话吧 他有讲说 我们不知道究竟要升息几码 不知道未来升息到什么时候 才会把通膨降到两% 所以现在股票确实是难做 因为等于是连他都不晓得 连鲍尔都没有方向 所以这个部分说什么 未来要升息几码 我认为那个反而不是重点 你应该在这个地方 专注一下自己的操作 比如说专注于旋骨 或者是你调整一下 进出场的频率 那上个礼拜五 其实我们原本发下的好语是 我原本认为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先道个歉 原本我认为鲍尔讲话 不会这么赢 没想到他怎么样应到底 好 应到底 但是我上个礼拜五有讲 我说如果上个礼拜五 我讲嘛 我说如果今天开盘 大盘是大跌的 我认为有一个商品 基本上我会站在多方 话讲出去了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照做 我讲的是选择权 我们讲的不是期货 今天我们选择权有出手 但是期货没有嘛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样的盘是 期货随便再跌个一小段 大部分的投资人 设个30点50点的停损 除非你凹单 只要你不凹单 你设个停损 正常会设在30点到50点之间 那今天这样的盘是 你只要挂太早 随随便便 就会被扫出去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认为 期货不是一个很好出手的时机点 选择权可以 因为如果跌到后面 它的价格会表现得稍微平滑一点 这个我想做选择权的 投资人应该晓得 所以我们今天是做选择权 我上个礼拜五也是这么讲的 我们今天不放重播 你可以自己去看 上个礼拜五的影片 8月29号 今天我们选择权还是出手 出手的时间点来 我们发讯息的时间点 注意哦 我们发讯息的时间点 来导播稍微放大一点 我们发讯息的时间点 是在8点50 但是真正的成交 会出现在9点15附近 因为我们第一个 我们先挂买权嘛 买多 我们挂的是80附近 那那个时候80还没到 我们是用挂架的方式 今天一样是特殊盘式 我们还是先占总资金 一成就好 不用重压 没有什么10乘10的资金进去 没有这样子玩的 到了什么时候 我们做一个了结 原本我们是想说 今天大跌按照惯性 隔天应该都有个反弹 这样子基本上都会有个50% 60%以上的涨幅 选择权我们没有 尤其是我们 你看到这一笔 我们做的是周选嘛 没有要在这个地方说什么 哇什么什么天天好几倍 你看到有人表演说什么 哇我们赚了好几倍 那是因为你不晓得 它背后埋了多少尸骨 因为我想做选择权的投资人 你应该都晓得 要能够赚到倍数 它的几率一定是在五成以下 要赚五成以下 表示怎么样 如果你前面每一次都实陈资金 你前面你大概做个两趟 你的钱基本上就没有了 你何来后面的大波段 所以第一个 我们一定都会在讯息告知你 你要占总资金的多少 你会看到别人表演好几倍 我有跟你讲过嘛 那是因为你不晓得 它前面错了多少次 然后就拿对的那一笔出来跟你讲 就这样子 那我们做周的呢 拼的是什么 速度 拼的是获胜的几率 10点48分 原本我们还想说要放到礼拜二 做一个反弹 没办法 盘势太弱 像今天 通常开这么低 通常后面均买都会大于均买 买单都会在这个地方进场 结果今天没有 到了尾盘 还是均买大于均买 表示今天到尾盘 基本上都是空方掌握优势 所以我们什么地方卖 10点48分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注明嘛 既然是周选 我们就短线以对 买权我们这边就获利平仓 买80 卖90 然后老师这样子周选 这样获利好少 没办法 极限了啦 基本上我们已经做到今天的反弹 今天就只能赚那么多 为什么没有期货 因为我有跟你讲嘛 前面我们的理念 不是整天在那个地方秀姬一笑说 如果今天我们选择权进场 期货也进场 照理来讲 我们在这个点位应该要进场 为什么期货没有进场 因为你看到今天这样的盘式 你应该可以慢慢认同我们的理念 不是要告诉你说什么 我们每天都赚钱 基本上我们也做不到 但是我是要跟你讲 我们会在适合的行情 挑选适合的策略 像今天我们做选择权 我认为投资人稍微想一下 你就应该可以理解 哦没有错 这是一个最适当的金融商品 我们也这样子做 小获利加减赚 是要告诉你 我们投资背后的理念 今天的盘式 如果我后面跟你讲说什么 哇我跟你讲这个地方 股票可以进行大抄底 什么股票都可以买 你一听就知道 讲假的嘛 反而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培养一个 正确的投资理念 什么族群可以做 什么金融商品 这个地方应该进行 什么样的策略 这个我们就留待 节目的下半段再讲 因为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把我们上个礼拜 事先预告的 这些单子 我们如实的交代 说要进场就要进场 当初我们规划好了嘛 只是我们还是会针对 盘式做一个调整 那当然了 做选择权的投资人比较少 在个股的部分 除了我们刚刚上半段 讲的生计 还有哪一个族群 投资人可以在这个地方 进行操作的 节目下半段回来 我们继续再讲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罗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变大一步 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念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期待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节目的上半段 我发现我少提醒 投资人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上个礼拜五 我们把北极星 最第一趟的获利了结 那我有在这个地方 跟投资人讲 你看到现行 已经长这个样子了 当然你不能再去追北极星 相反的 我心目中对药华药 对这一档股票 心目中当然会有一个目标价 那这一档股票 我心目中的目标价 它还没有到 所以我认为 它又是这个族群 它又是生计嘛 所以我认为这个族群 后面有机会再创高 那如果你问我 现在主力的心态在想什么 我如果看了一下 今天的TIG图 我认为搭配一下量能 我发现主力基本上 今天对这档股票 它干脆是缩手 它也没有要撑 但是它也没有要到货 所以我认为今天这个地方 反而是会出现一个好价位 难得的价位 一个比较大急速的拉回 我认为投资人在这个地方 去做买进的动作 我认为是还不错的 到今年年底 你应该会看到有所收获 这是我们先讲的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重点 摆在北极星嘛 获利了结的话呢 你要如何换股 应该是换到这一档 其实还不错 我们前段我们还是有秀一档讯息 秀一档股票了 我们今天就不再复述 第二件要提醒的事情是 上个礼拜 我是不是拿两档股票 跟投资人做例子 这两档股票这两个族群 大部分市场上面的人都会认为 同样都是腰股啦 对不对 一档就是北极星生计嘛 另外一档就是元宇宙 那我有跟你讲啊 这两档股票前段期间 八月初叫我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北极星嘛 到八月中我还跟你讲 两档股票再比一下 我还是选择北极星 到上个礼拜这档股票 已经喷出的时候 我说后面这几个交易日 两档股票比一下 我还是选北极星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要我去预估 投资人可能会认为说 哇这个是腰股 没有生计股不是腰股 只是你要知道 怎么去算它背后的权利金 你只要算得出来 它就不腰 相反的 左边来这档股票 是不是我上个礼拜提醒投资人 见拿出其弹嘛 元宇宙嘛 是不是投资人很喜欢 但是我说我们做一个分析师 不是在那个地方 整天跟你讲说 我跟你讲元宇宙有大未来 讲一个题材 去虎虎投资人 这样就算了 我跟你讲不是 而是我们要去尽到提醒的义务 那这一档当初见达 因为我认为它的危机最大 因为为什么 那我有跟你讲过 拿两个图稍微对比一下 用一个辅助指标 叫做AD进出货线 这个以前我们有介绍过 它是去侦测 主力现在是进货还是出货 这是一个辅助指标 所以前面我有跟你讲 即使它前面已经过高 我还是选择北极星 因为它的AD进出货线是不断往上升 主力在做的动作叫做进货 相反的元宇宙里面这档股票最弱 不是说以后未来五年十年没有机会 而是它目前为止还是题材 那我们又发现AD进出货线 它是出货 在这个地方 我不应该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说什么 元宇宙大未来 相反的我是不是要提醒你 这档股票你稍微留意一下 主力是在做出货的动作 如果这件事情都看不出来 还能称为分析师吗 在那个地方跟你介绍 哦 元宇宙有很多的题材 只是你还不知道 我认为这样子讲就有点夸大 我们还是中规中矩的操作 6118的见答 你必须要先做一个了结 如果你有赚很好啊 但是这个地方到8月底 你已经不能站在买方了 6118来 我们稍微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 可能还会有一些投资人会觉得很开心 哦 你看 在这个地方修正 随便画一个切线 或是什么五日线 十日线 哦 这个地方开始转强了 今天一根跳水 那当然今天很多股票都跳水 你会说老师也不只是他这一档而已啊 啊 我有跟你讲哦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我有跟你讲 我们刚刚该提醒的都提醒完了 我们是不是有跟你讲 现在除了生计股 那基本上还有一个题材 是外资投信跟这些法人 基本上他的筹码没有关系 而是单纯的怎么样 我们内资走嘎空 上个礼拜我是不是给你这一份表 啊 当然我们今天 上个礼拜我遮了一档 今天我们就直接做先排的动作 来 首先我们先来看 你说先排之前 我总是要告诉你前面三档长什么样子吧 5258的红宝 节目的最后我们就做这件事情 来 5258的红宝 今天有没有高点让你出 基本上是有的 比起盘式 比起大盘 这档股票已经算还不错了 再来一档 来 4931的新胜利 4931的新胜利 今天有没有嘎空 今天有没有高点让你出 其实上是有的 有回到平盘以上 再来第三档 那就是空单回补的力道 3207的耀胜 来 3207的耀胜 有没有机会让你出 有 空单做一个回补 这三档股票基本上都有按照我们的规则去玩 最后一档股票 我们节目今天直接就做做先排了 3707的汉蕾 你自己可以去对照筹码嘛 今天它没有跌 以今天这样的盘式基本上 能够这样子表现算很不错了 你自己去对照一下它的筹码 所以如果投资人你现在没有方向的 基本上你可以按照我们的策略 去做进场的动作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第四档股票 一年比一年更大 由于三档到生活 我们的生活不过一时大 一时车拼在头上 晚上炒到老冬冬 虽然生活也没办法 工作也没我们嫁妨 国防国业如果受尊重 人人为我 我也打命为人 如果开车 我们都挖过三天之后 有一堆鼓励力 明天才开车 报应答头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蹊跷 也了解您 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雇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时间